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7月21日 我是果爐 歡迎收看香港國際旅遊台走出逆境 東京奧運過兩天開幕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說說香港代表隊 以及我們的奪金希望 大部分香港代表隊隊員 已經在上星期六出發去東京應戰 好像乒乓球隊 羽毛球隊 提操隊 劍擊隊等等 一行四十多人已經陸續出發 到機場送機 就有港協兼奧委會會長霍振廷先生 以及中國香港代表團的團長貝君琦 我們看看貝君琦先生有什麼說 在歷史上我們香港運動員 拿到第一面金牌的是美麗先生 他是奏英國各國 但是如果我們在回歸之後 我們香港隊拿到金牌亞運會 是奏國歌的 他是奏喜國歌的 但是我們在奧運會的歷史上 回歸之後我們沒有試過奏國歌 當然今年的獎牌希望 希望有金牌能夠奏喜國歌 但是英國當然不要被運動員這麼大壓力 我們當然努力爭取 運動員也需要一個平常心去對待比賽 能夠發揮最高的水平 請大家在電視機前支持香港隊 香港加油 香港派出了46名運動員 是我們歷史性最高的一次 參加13個大項目 我們香港哪幾位運動員 是我們奪金的希望 其實也有很多位 當然一定會有 我們大家喜歡的女神 李慧斯 他在2010年倫敦 夏季奧運時的海林賽 是奏得銅牌的 上屆奧運 其實李慧斯也有參賽 但是因為炒車就空手而回 希望今次東京奧運 他可以再獲得一次獎牌 另一個奪金的希望 就是去年 九度衝破了 這個亞洲自由泳短詞紀錄的 何佩斯 何佩斯至少游術出眾 這條小飛魚 還是當項香港游泳的紀錄保持者 他達到奧運A標 所以理所當然 是被視為東京奧運 幫我們奪金牌的希望 另一位 就是市隔九年再參加奧運的 體操跳馬王子 石偉雄 已經有兩面亞運金牌的他 以難度最高六分的 李世光跳去迎戰的東京奧運 當然我們還有其他出色的選手 包括有 香港羽毛球一哥吳家朗 然後有世界排名第五 乒乓波球混雙代表王振庭 和杜凱琴 香港劍的隊 他的陣容都來勢洶洶 男子花劍代表 還有歷史性地取得奧運入場 還有上屆也有參加奧運的張家朗 和江文維 都會帶領師弟師妹 一起出席東京奧運 另外一提 今年香港港隊都會派出21歲的奧斯卡 參戰三項鐵人比賽 事隔兩屆 香港又再次獲得三項鐵人入場券 今屆香港破紀錄 歷史性最多人出戰 而且每一位運動員都非常出眾 希望每一位運動員都可以享受東京奧運 也會幫我們獲得金牌 今屆東京奧運 香港隊是歷史性最多人出戰 雖然很多賽事都沒有觀眾下這個舉行 不少都會影響比賽氣氛 或運動員的感覺 但我相信香港代表隊 每一位都會全力以赴地出戰 會努力幫我們香港奪金牌 香港在過往世界大型運動活動上 其實都沒有太出眾 我們這個小小地方 是在過往奧運會拿過金牌 第一金是由封之後李麗珊 在1996年在Atlanta奧運會奪得 第二面奧運的獎牌 在2004年雅典奧運發生 就是我們的乒乓球 南雙、李正和高麗澤 幫我們香港奪得這個銀牌 最近一面的獎牌 就是2012年倫敦奧運上的海林賽 李慧斯幫香港奪了一面的銅牌 大家記住 接下來幾個星期 都會為我們香港的運動員打打氣 隔著螢幕都要支持他們 我們現在就看看香港和世界各地的疫情 香港今天新增5宗輸入個案 台灣就新增24個確診個案 日本錄得超過3700宗確診 印尼就錄得超過38000宗個案 美國就錄得超過55000宗確診個案 英國錄得超過46000宗確診個案 英國錄得超過46000宗確診個案